旅外国人陆续搭机返台 准备进入防疫旅馆进行14天隔离 不过却被曝出去年有两名入住同一个旅馆的确诊者 病毒基因定序几乎完全相同 疑似是本土群聚感染 不过指挥中心最新调查出炉 强调两人非交叉感染 入住之后他们的动线的安排 还有整个空调的系统 所以其实是综合整个调查起来 去研判说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接触的这件事情 记者再三提问 指挥中心也再三强调两人无传染关系 案719浙江台商 11月22号入住三楼 案693则从德国入境 11月29号入住六楼 之后12月10号 针对旅馆14名员攻击空间空调裁减 全是阴性 但这么刚好两人住同一间旅馆 病毒序列又几乎一致 很难不让人怀疑旅馆是否有防疫破口 其实是房客进去过 他只住了一两天或者怎么样 或者有些工作人员其实是暂时员工 那你会不会没有匡列到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医界不免质疑 疫调可能出现漏网之余 虽然两名确诊者从不同国家 不同时间入境 又入住不同楼层 照理说没机会接触 但住同间防疫旅馆确诊 确是事实 那考量到每个国家 他们上传病毒基因序列的程度不一 所以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排除 在这个病毒株 其实在不同的区域 已经有流行的可能性 一段时间就要去加强一下 或者确定他们有遵守SOP 呼吁防疫旅馆是首处疫情第一线 希望相关单位务必紧盯防疫旅馆 避免成为台湾疫情隐忧 黄运新闻 红旗宇 易丽婷 林志鹏 黄运竹台北报导